因為彭智珍他的律師講說 之前也被提訓好幾次 有兩次身體真的不舒服 我可以回答你可不可以換一天 沒有韓蔻的 直接就帶走啦 想換的日子都不行 可是柯文哲卻可以拒絕 柯文哲就可以不去 那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北檢真的理喻他 畢竟是選過總統人 第二個就是 你不來講也沒差啦 我都已經掌握到了啦 這件事情發展以後 阿伯現在剛剛講的USB 現在看起來已經是一個仗冊 你的150已經完全不能說 那是下午三點鐘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財團的名字 而且有很多恐怖的金錢數字 因為一場颱風之後 大家現在回頭看說 中間過了好幾天 沒有關注柯文哲的事情 可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因為剛剛在講 朱雅虎他這麼的八面玲瓏 但他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他被收押 他是因為他已經坦承行賄 所以你說北檢是不是 應該要提訓柯文哲 說不定他不知情啊 多理文中亂來 他形成斷點 所以我看到有人講說 已經問四次了 還要問第五次幹嘛 北檢很廢 不是 你今天已經有出現新的市政了 因為朱雅虎承認行賄了 你當然要問他啊 結果柯文哲居然說 我不要 我不要去 觀眾朋友我們沒有看到那個場景 我們現在看到的報導是說 罰警說他拒絕 所以趕快告訴檢察官 檢察官找個理由說 他盛行狀況不適合 所以我就放過他了 剛剛任何而講 沒有這回事 如果檢察官覺得說我非問不可 我可以具體他啊 直接把他強制帶到對不對 來直接問訊啊 可是要不是就是 李玉柯文哲 因為保健哥今天是禮拜五對不對 今天換彭正珍被提訊啊 彭正珍的律師媒體上來 不怎麼講 只是說很李玉柯文哲 他就這樣講啊 他就喝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彭正珍 他的律師講說 之前也被提訊好幾次 有兩次 身體真的不舒服 我可以回答你 可不可以換一天 沒有韓蔻的 直接就帶走啦 想換的日子都不行 彭正珍 彭正珍今天OK啦 今天有畫面 彭正珍是正常 他律師說先前有兩次身體不舒服 哪有他說我要去不去的 可是柯文哲卻可以拒絕 柯文哲就可以不去 那就是兩個原因了 第一個就是 北檢真的理喻他 畢竟是選過總統人 第二個就是 你不來講 也沒差啦 我都已經掌握到了啦 所以這種狀況就是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嘛 就看後面的起訴書 那因為這幾天 大家關心台風 那個中間 到底他的問訊過程當中 有沒有拿到新的資料 朱雅虎坦承行為 這個事情很關鍵 因為當已經有人 坦承行為的時候 他一定不是只有說 好啦我承認而已嘛 他會問他你怎麼行為的 怎麼交代細節 對你怎麼 你給了誰 然後你用什麼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 檢察官大臣就會去勾擊啊 那勾擊過程當中 他要得到這個 這個當事人 他的這個口供的時候 他會去問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拒絕 他卻不強制把他給 給這個提訊 為什麼 除非就是他掌握的東西 不用你講 我都已經知道了 有這個可能 真的出大事了 北檢居然申請扣押 清華城的土地 已經獲准了 獲准意思是 這個官司還沒有定驗之前 不能處分 代表主熟的鴨子飛了 對沒錯 上今天的最新的消息 是北檢申請扣押 這個清華城的土地 而且獲准 那為什麼扣押 清華城的土地呢 簡單來說 清華城目前為止 現在蓋 而且他也在賣 事實上他現在已經在賣了 對在賣了 非常多的業主已經買了 而且他聽說 他的這個賣座率 還滿不錯的 可是他現在這樣一個消息下來之後 保證誰敢買 沒人敢買 不敢買 而且你現在不能夠動啊 而且他就說 如果在這個官司沒有結束之前 你都不能夠做任何的變賣嘛 所以等於是他現在被卡住 這個案子被卡住了 這被卡住的時候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消息是 檢調認為說 他圖利審進金111億 都有數字出來嘛 所以就是說你看 檢調說111億這樣 是可能跟柯文哲有關 圖利他的這個數字 然後現在整個計劃成土地也被扣押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為什麼這個 這個事務室審進金真的已經認罪了 因為已經 因為你要圖利 你要怎麼樣 你要有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你說說 今天我要申請扣押 這麼大的一個土地 對 那是非常難的事情 是的 法院要準一定要有足夠的試證 是 代表在中間真的有犯罪的行為 你要有圖利的行為 你要有賄賂的行為 對 代表現在不管是圖利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賄賂 對 試證已經非常明確了 而且他現在要讓這個計劃成 真的就沒辦法蓋下去 沒辦法蓋下去的時候 寶傑 這樣的話 就才能讓這個案子繼續 要不然的話 很多人就不是就說嗎 他就一直拖延這個戰術 拖延就讓他蓋到結束為止 現在就沒有辦法讓你用這個戰術 要逼你這樣 沈進金你要就範 你要說出來 說出來就當然 這個案子或許你也可以拖下去 否則人家真的拖下去的話 你現在不能夠蓋 不能夠動 事實上對誰最傷 對沈 對沈進金最傷 他那個利息什麼都要照付 所以才說這一招來說 真的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算是個相當新的一個發展 所以吳董 你以前講過說 今天真的要讓沈進金就販 就是要把他的 這個所謂的命根子抓住 七寸就是金華鎮這個土地 就現在北檢居然已經 申請扣押金華鎮土地獲取了 哇 這要慘了 這要沈進金 這個整個馬上周轉回布林了 因為所有的年代 通通會凍結的 年代凍結 當時他跟那個星光借了一個 150億左右的一個土融嘛 那後面還有一些 還有賤融部分 那不可能申請到了嘛 所以這個整個來講的話 現金的這個流動性 就卡住了 馬上會有流動性危機啦 我認為這個案子可能就掛掉了 這個案子掛掉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金華廣場就蓋不下去了 對 他會變成台北的爛尾樓嗎 北檢可以談判嗎 我不知道北檢可不可以談 那按照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當然衝著兩個人來的嘛 因為法官認為手上的資料 你算出來圖利111億 它有量化指標出來 它有量化指標出來的話 你請問你 那你說你柯文哲只拿了200萬 210萬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質疑是會 換言之講 柯文哲的犯罪所得可以推估嘛 那一定是一個天量 一個是天大的數字 非常大的數字嘛 那同樣的行賄的數字 也會非常大嘛 所以這個案子略來來講的話 檢方扣押獲准的同時 也創造了檢方本身的 召犯的壓力嘛 它壓力也來啦 因為你要把錢找到 因為我相信 這個樣子一搞 沈慶晶會配合 可是柯文哲不會配合啊 柯文哲也知道完蛋了嘛 他的前途沒有了嘛 如果身上的錢 他會願意交出來嗎 不會 所以他一定想辦法把錢藏好嘛 所以未來的辦案的這個 進入更玄妙的階段 朱雅虎還有李文忠 兩個都收他進見 收他進見的時候 你說你看了李文忠的裁定書 李文忠的裁定書裡面 非常清楚是李文忠是 財務治罪條例的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款 違背職務的收受賄賂罪 你說看到這一條以後 你說Bingo了 因為以前我在收他進見的時候 我都是用財務治罪條例的第四條 他講得這麼詳細 就是第一項第五款違背職務 為什麼當今天法院用了這一條之後 你說金流已經出來了 金流出來之後阿伯就慘了 對沒錯 像李文忠還有朱雅虎 被收下進見的時候 其實他們再往上一層的話 就已經直推到 包括像沈慶晶跟柯文哲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已經開始慢慢逼近到 這個整個案件的核心的部分了 所以你說他們兩個就是 沈慶晶跟柯文哲的最後擋火橋 對 那假設 來這個擋火橋的部分 至少在沈慶晶這個部分 保證已經破了 破了 為什麼破了 因為朱雅虎他的這個裁決書 非常明顯 因為他經過這個訓問之後 他已經坦承了嘛 所中經了這個犯刑嘛 所以他已經涉嫌到說 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 行賄罪的罪行嘛 犯罪嫌疑重大 所以朱雅虎已經承認行賄了 對而且他行賄對公務員行賄 那看起來的話 他可能已經這樣的狀況 但是因為目前為止 他跟沈慶晶兩個人之間 到底是怎麼樣分工 還有他們兩個之間的這個 所翻譯的這個串勾 目前為止還要繼續這個在調查 所以把他這個收押禁件的一個狀況 這是朱雅虎的部分 目前為止 這個骨牌至少 已經這個朱雅虎不認啊 朱雅虎承認啊 所以他可能在網上延燒 就是燒到這個審慶金嘛 好那李文中為什麼你看到 今天收押禁件的這些理由 對 代表檢調的金流已經查到了 對朱雅虎承認 但是呢 李文中當然不承認 但是不承認的時候 他就說 他依照貪污之罪條例的這個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違背職務的行為收受賄賂罪 這樣來把它抓起來 好那到底他涉嫌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四條第五款在這個地方 對於違背職務的行為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者 也就是說他有要求期約還有收受賄賂等等的行為 所以看起來的話你看 要求嘛 我要求你啊 我這個 你說這個是非常明確的 對 原來你的貪戶政策條例的第一條語言 剛剛講 你有下列型 我們常常講的是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到無期徒刑 對沒錯 這是最重的 最重裡面其實有五項 五項裡面有五款 五款你說非常有趣哦 第一款是我竊取跟佔用公務 第二個是我借事借端強生財務 第三個就是 我銀私舞弊 我福報價格 第四個 我用公共預輸弄偽禁品 可是他專門點出了第五條 點出第五條就是 你有違背職務 你有要求 你有期約 你有收受賄賂 而且我們查了以後 敢用這一條就代表 你的錢是出來了 對也就是說 一定要有這個對價關係嘛 這個有人給你嘛 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要求期約嘛 所以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看起來的話 這個應該金流有部分 有已經查到非常多 那當然目前為止 我們檯面上的話 其實這幾天 大家不是看到說 威京集團有非常多人被約談嘛 也非常多人變成被告嘛 被告裡面來說 有非常多人在2022年的 這個三月的時候 密集的捐錢給當時的民眾黨嘛 你看這些我們框起來 這些人都是當時他們 他們在這個威京集團裡面認職 譬如說我們現在知道 同中白嘛 他捐了30萬嘛 他們這幾個人 一共有7個人呢 分別在不同時間 在用過3月多的這段時間 你看3月24號、25號 還有25號、26號 這段時間 他們都捐了 個人能夠捐了30萬的上限 都捐給他了 所以我們看到上個禮拜 找了威京很多的人 找了陳秀桃 找了這個所謂的陳俊元 找了張成 特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同中白 對 考了半天他們都用個人的名義 對 捐款30萬給民眾黨 而這個30萬民眾黨的時間 剛好就是第一次便當會的時間 所以也就是說你看 同中白、陳俊元、黃書文等等 他們都捐了這個30萬給他 那他們當然都認 很多人都認為 譬如說同中白是這個 省村子文教基金會 然後這個陳俊元是他當時的法務經理 然後是這個威京的財務 還有什麼租賃負責任 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等等 這麼多人都捐他 你就覺得很奇怪嘛 因為他們個人有那麼多錢 可以捐給他嗎 所以你知道如果假設這次威京的 辦給你的話 那就是入境已經出來了 他透過這樣的方式給你嘛 這樣一個情形嘛 所以剛剛講的 這個是109年的3月24號 109年的3月24號 我們若回歸說 這個時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個時候就是3月10號的便當會 3月17號送到了陳錦書 3月20號 剛剛不是講嗎 你要給我11天內 趕快給我把我口處理掉 然後呢 都發局就起草了整個陳錦案的迴函 剛剛就在哪裡 3月10號到3月23號 24號之間 那這個時候 3月26號迴凡 你發現 捐款的時間 剛好就在3月24號 3月25號 3月26號 對 抱歉 問題是這個時間點 非常引人疑鬥嘛 就是便當會開完的時候 然後柯文哲在3月20號 交黃錦帽 你趕快給我辦一辦 11天 然後11天 那個3天之後 就已經有來韓了之後了 這個黃錦帽回覆的時間點 是在3月26號 就在這中間的時間點裡面 就7個人捐錢給民眾黨 捐給民眾黨之後 後來還有一個詭異的是什麼 從這個2020年的這個4月 開始的時候 陳佩琪當時在 開始存ATM嘛 所以你知道他 事實上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地方嘛 就是 陳佩琪的ATM也剛好在這個時間 對 就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他捐款裡面 還有這個是我們表面上 明目上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還有明目下沒有看到 可能就透過這個陳佩琪 當時因為時間點 你就覺得很奇怪 他當時怎麼會開始做 這個ATM的這個理財行為 所以來跟你說 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找到非常多可疑的金流 你只要人 事 時 地 物 全部都對上的時候 那就是完全破案 不是 你說看到李文中的裁定書之後 你嚇一跳是 現在我們要講 整個枷鎖 整個壓力壓在李文中身上 那是十年起跳 現在李文中跑不跑不了 剛剛講 現在你知道檢院專方 檢察官已經認為 你就是台風學的條例 你就是收賄 就是十年以上 現在連院方都這麼認為了 對 因為李文中雖然不認帳 但是院方也認為說 檢方所提出來的這些證據 已經足以能夠讓他認定他犯罪了 所以李文中身上的刑責 基本就十年起跳了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還有加上一個背信罪 那個背信罪的話 一定是木可公司 因為背信罪 基本上是委任關係 是商業關係 所以那個應該是 木可公司的違法行為 甚至於李文中有可能 中保私郎把錢放了口袋 所以他有背信罪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想說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就十年起跳 十年起跳的話到無期 那這麼重的重罪 李文中你看他曾經在 在這個記者會上對全國觀眾 對全國觀眾曾經表達過 我很負責地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呀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 那我想他去想到 無期徒刑這十年的話 他大概頂不住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來講 李文中跟柯文哲的關係 是不是很密切 確實非常密切 那李文中是不是他帳房 是他的帳房 那中間你看得很清楚 李文中李文娟 就是幫柯文哲 在處理他的私人的帳戶 沒錯 他從黨部的錢到禁總的錢 然後都轉到木可 我們現在看到的李文中幫柯文哲 已經手上的節約 就是四千萬台幣 對 那這四千萬台幣準備給誰 就是唯一股東 唯一股東 誰就是柯文哲 那這些 我現在講的這些話 只要李文中在檢察官名前 我相信已經講完了 對 那然後現在講 李文中現在不認帳的部分 是不認各他本人 收匯的 收收的匯款 那我們就反過來看 所以你覺得李文中 早就咬柯文哲了 所以李文中會咬柯文哲 是咬 不是 早就咬 咬一部分的 今天這個很嚴重 今天這個是李文中直接涉案 對 李文中直接涉案的話 那這個問題 就不是說他賴的可以賴掉 而且更嚴重的是 朱雅虎他已經認罪了 對 他承認他這個有行賄的這個行為 對 所以在全案裡面 現在有個大的突破 就是說 朱雅虎已經認罪了 對 當朱雅虎認罪的情況之下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他們這些人要一直維護這個 840容積率這個事情 已經被認定為是一個犯罪行為了 對不對 他已經變犯罪行為了 已經有破口了 就變成一個犯罪所創造出來的一個 840的容積率 因為它是一個無形的產物 否則如果有行來講的話 就是犯罪所得 對 但這個不能稱為犯罪所得 這是犯罪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因此台北市政府 就有依據依照 如果這個犯罪的定宴的話 就可以撤銷這個840了 停工 撤銷840 是不是停工不知道 因為840的那個時間點 你就沒有這麼多樓地擺面積了 不 可能是要到定宴以後撤銷 對 或是明天 或是說在一審定 一審判決就撤銷 或是朱雅虎有可能做認罪協商啊 認罪協商朱雅虎是第一個人 可能先判罪啊 對 所以判罪有定宴了嘛 有定宴的話 那可能在地院階段 在一年左右的話 或是很快的這個事情就 因為認罪協商很快 對 很快的話那台北市政府 就有可能 根據朱雅虎的定宴的情況之下 撤銷這840了 840的這個 這個 這個黃珊珊的夢想想要保護的 這一塊幾百億的利益 沒了 煮熟的鴨子就飛掉了嘛 所以朱雅虎這個破口 會直接影響到這個840的利益 對 那影響840的利益的情況之下 我在想另外一件事 那你這個840不能保的話 你神經金在裡面頂著幹嘛啊 就不用頂了 不用頂了嘛 反正什麼都沒了 沒有了嘛 你這個朱雅虎已經認罪了嘛 朱雅虎認了以後這整個局破局了嘛 那你好了 你說最後你們來 李文中什麼掙扎那些都不重要了嘛 關鍵是這個840變成一個犯罪的結果的事實 因為已經有很多的金流已經被認定了嘛 因為如果沒有金流認定 你看到李文中所收押的那些犯罪的事實的條款來講的話 他就已經非常簡單講 要期約或收受賄賂嘛 對 他就是已經 期約收受 期約兩個情況 一個講好以後給我嘛 一個是當場交付嘛 對 那這兩個行為可能同時都發生 所以李文中逃也逃不掉啦 李文中這個十年起跳 也是找 也是沒有辦法逃 所以李文中 我認為李文中 是一個更大的破口 好 蘇貝 我們在看這個事情之後 直接在講那個金流到底跑到哪裡去 你說你一直看到了李文中 你一直看到了朱雅虎 你相信整個檢調是完整的 檢調完整的 檢調也找到破口 金流真的有眉目了 我看到李文中被聲押禁見的第一刹那 我就想到有金流了 有金流 因為李文中在柯文哲身邊的角色 其實就是大帳房的角色 一直以來在政治獻金 或是以前在市政府被派去喬蛋 他沒有什麼專業技能 你真的以為他的專業技能是捷運嗎 因為他曾經被擔任捷運公司董事長 沒有 他專業技能不是這個 他專業最專業就是因為他是柯文哲的親信 那柯文哲的親信 當然就是幫他處理 柯文哲無法交給別人來處理的事 也就是不是市政專業的事情 你從他在他整個競選的這個擔任的角色你就知道 你知道總統大選的政治性現金 來來回回是幾億耶 幾億就交給兩個人來處理耶 一個是李文中一個是他妹 其實他妹就是他的助手嘛 所以看到李文中就想到錢 看到錢就想到柯文哲 所以那時候我才會說 如果把李文中逮住的話 那就代表這條金流的線 第一個有金流 第二個這條金流的線 又離柯文哲再近一點點了 大家去看喔 他們兩個李文中跟朱雅虎 因為是同時被生涯境界 一個收匯一個行匯 大家就認為說 所以朱雅虎是不是就是行匯給李文中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只是一個代表說一個有送錢 一個代表收錢 但是李文中收的是不是朱雅虎的不一定 朱雅虎是不是送給李文中也不一定 所以現在你說 現在外傳說朱雅虎給了李文中1300萬 你說還不能確定嗎 還不能確定 因為現在媒體報導都不能確定了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 因為檢方是以收匯跟行匯 收匯只要有這個匯制 就代表有金流有利益嘛 不管你是期約或是你直接交付嘛 就代表有這個利益存在 那今天檢察官非常特別用的是 這個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而不是用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對李文中來講差別在於說 他是在收匯的或收受利益的那一刹那 行為時是不是有違反職務 這什麼意思呢 他那個時候是公務員 不但是公務員 而且可能是可以跟金華城有業務往來的公務員 才會有違背職務 他的業務範圍就是金華城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叫做違背職務收匯罪 是指公務員在職務範圍內 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或者是該做的沒去做 因為收匯了 那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是說 他非主管或監督業務 譬如說我是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人家給我一筆錢 拜託我去跟柯文哲搖耳根子 那你去喬 我喬動了 可是因為我是捷運公司董事長 這個不關我的事嘛 所以這叫做對於非主管及監督業務 這時候就應該用第六條的第一項的第五款 但是今天檢察官是非常清楚的用 第四條第一項的第五款 違背職務收匯罪 那我就很大膽的假設了 就是檢察官現在逮到他的行為時 是應該是在他擔任市長室主任的那一段時間 他辦公室主任 對他辦公室那段主任的期間 他對於市府所有的業務 都可以上層命令下去指導 這就是市長室主任的角色 所以如果他是市長辦公室主任 那柯文哲的關係就更直接了 當然因為市長室的辦公室主任 縮大很大 縮小也很小 因為他不過就是個12職等的檢任級的這個 機要顧問而已 可是他之所以大在於說 他的職務裡面就寫著他是 上層市長的命令 然後可以去監督所有市長關心的業務 或者是協調市長所有關心的業務 所以他的權力來源在於市長 市長 這次市長是主任唯一的業務 就是權力來源是市長 呈市長的命令去處理這件事情 也只有在那一剎那 他才有所謂的違背職務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的角色到底是收賄是自己拿 還是代收轉付 收了以後回去代轉 那這件事情當然未來我覺得檢察官 在起訴上會寫得更清楚 但是要強調的就是 只要你看到收賄跟行賄 就代表檢察官找到金流了 可是民眾長講那個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現在跟他講李文哲早就被開除當機了 我覺得民眾長可以不斷的切切切 切到最後彭正森副市長跟市長沒有關係 局長跟市長沒有關係 連市長的兄弟都跟市長沒有關係 到最後你把全世界都砍光了 然後跟我們講說阿伯是清白的 我覺得這違反正常人的想像 而且如果他是以違背職務罪 這個我剛剛說的嘛 違背職務收賄罪的話 那就代表那是他在市政府 擔任市長市主任的期間 跟你後面有沒有開除黨員 是沒關係 因為他當下是柯文哲的主任 所以剛剛講的 今天突然的下午傳說 原來聯政署又動了 聯政署今天針對十個被告五個證人 然後呢繽紛十數個地方 又開始進行搜索 你不是該搜的都搜了嗎 該查都查了嗎 今天怎麼會做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剛剛講的 今天突然找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陳文哲 一般外界非常不熟悉 原來他2021年的時候 已經離開北市政府 已經離開柯文哲 他是柯文哲 從2016年到2021年的水護 怎麼今天突然變成證人了 而且搞不好司機跟水護會變成這個金華城案破案的整個關鍵 真的假的 你有沒有知道說這個司機出來之後 這個沈靜晶的司機出來之後 你看沈靜晶昨天被馬拉松的約談了14個小時 對 緊接下來的話約談了這個柯文哲 接下來的話 昨天又傳出說 我們海外的這個金融情報中心要啟動 對 要查有沒有洗錢這樣一件事情 結果你看今天突然之間聯政署開始大動作 兵分實錄喔 實錄之後約談了朱雅虎等等的 約莫有15名證人跟被告 對 你想說為什麼突然之間這樣 搞不好有什麼新的市政嘛 所以你說 這要拉成一條線來看 對 這一條線來看就是 你看到之前居然沈靜晶馬拉松的 欸 他說他已經快受不了 他已經上不出差圈 已經全身戰鬥了 是 居然我給你直接提訓了14個小時 對 提訓14個小時之後 昨天馬上提訓了柯文哲 對 提訓柯文哲之後 今天剛剛講的大動作就出來了 那除了這個所謂兵分實錄 這個大動作之外來說的話 今天不是傳出來 剛好是陳佩琪退休之日 那人家就說 搞不好接下來的話 北檢就會在賭約談 這個陳佩琪 所以陳佩琪來說 退休搞不好是另外一個官司生涯的開始 也不一定 因為他的很多金流 因為最近又出現非常多的這個新的市政 那尤其是我覺得今天有兩個人 出現在這個北檢的這個 格外引人注意 誰 一個是民眾黨的副秘書長徐 先生連政署 另外第二個是誰 另外第二個是陳文忠 陳文忠是過去一段時間 擔任過柯文哲的隨戶 我剛才不是就講嗎 隨戶跟司機搞不好變成這個案子破案的這個關鍵 因為隨戶是最貼近柯文哲的人 他跟柯文哲最後也鬧得很不愉快 那他倒不會抖出什麼 當然我們就接下來等著看下去 而且你想說為什麼陳佩琴在這個時候的角色被凸顯出來 是因為這樣連法務部調查局的海外金融情報中心居然啟動了 這個是剛剛講的愛格蒙的這個互動 全世界在查這個資金網 來由美國主導的愛格蒙的這個組織 這個東西 我們的調查局是跟他聯動的 聯動了以後 海外的資金是不是就開始有動作了 海外資金的關鍵點誰 海外資金的關鍵點就是陳佩琴 對 所以你看成績已久的案子突然之間好像又有發展 新的發展出來 所以來說接下來的話 可能我們會看到陳佩琴被約談 還有今天的這個陳文中 到底會不會說出什麼樣關鍵的人事實地物 會變成是這個案子接下來非常重要的這個重點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媒體報導就是 本來講說是兵分實路 結果我想說沒有喔 是兵分數實路 你倒是有什麼樣的地方開始進行搜索 進行搜索之後 剛剛講的 已經離開柯文哲過去 擔任過柯文哲五年貼身隨後的陳文中 今天居然與鄭仁約談 鄭仁約談下午的時候到現在這個時間 他也轉到了北檢去覆蓄 他到底知道什麼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料 本來已經沉寂一段的時間 為什麼又把他給挖出來 抱歉 這個非常有意思喔 因為事實上之前的檢聯或是北檢 已經已經搜索過非常多東西 已經中共都已經搜過一遍 然後柯文哲所知道的 我們目前為止 所知道柯文哲的所有地方都搜過 那為什麼還會兵分數字 你到底在查什麼 其實還有東西查 所以這裡面暗示你什麼 可能有金流 或是有其他證據已經被找到 所以可能之前他的 又有新發展 新庫在哪裡被找到 所以才會去搜索那些地方 否則你再去搜索公公 你是再去搜索公公 應該不是嘛 所以才說這個非常有意思喔 你說這幾個地方應該是新的地方 沒錯 那除了這些新的地方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陳文中 我怕這個陳文中來說 你看這次你看 這個陳文中 就是這位 這位來說啊 他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他從2016年到2021年 是擔任柯文哲的隨身的這個 五年欸 而且這五年剛好 就是柯文哲黑化的時候 沒錯 從2016年開始的時候 現在不是有踢爆嗎 連在這個所謂392 變成是560的 清化成的這個案子裡面來說 他柯文哲當時就已經涉入了 所以你看從2016年開始 他就擔任這個陳文中就擔任柯文哲的隨乎 到2020年的時候 當時的星光的相關的這個變更 還有包括說像2021年開始的 金華成的變更裡面 甚至他知不知道說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跟沈靜靜 見過幾次面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跟這個 吳東靜見過幾次面 然後吳東靜到底有沒有到 曹出院去唱歌 這些他都可能會知道 他知道他講出來之後 你不是可以串上 他們這些人真的就是在一起的 然後他會不會說出說 我曾經去過什麼地方 我就覺得才是關鍵喔 我們去過什麼地方是 過去檢調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說出來 我曾經在柯文哲到某某地方去 這個講出來的話 可能就是真正破案的關鍵 就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他的金庫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才說 這其實新的發展 我們可以好好的這個觀察 但今天我最好奇的是 徐福跑出來了 徐福居然跑出來 所以大家都在查說 你今天聯政署到底去搜索哪些地方 你到底約談哪些人 到底哪些人是被告哪些人是證人 結果徐福就背個背包 然後就堂而皇之地進來 堂而皇之地進來 他說跟我沒有關 跟你沒有關 你幹嘛跑到這個搜索 跑去這個地方 而且你看了 跑到這個地方之後 他說對不起跟我沒有關 對 我為什麼覺得對徐福非常有興趣嗎 對 因為我知道 在整個 整個民眾黨 也就在柯文哲旁邊的人 每個人都已經黑化到同牆鐵壁 沒錯 他老婆同牆鐵壁 那個臉皮子彈打不穿 我跟你講 黃珊珊臉臉皮打不穿 柯文哲臉皮打不穿 吳宇軒臉皮打不穿 可是徐福不是 徐福是有良心的 每次民眾黨在講這個實話的時候 誰是破口 都是徐福的破口 你有看到嗎 他講著講著就哭著 他有血有肉有眼淚 他是真的 他還算是 結果我才很好奇 如果他真的到檢察官前面 他會講出什麼 沒錯 今天徐福到了這個聯政署的時候 大家都說你來這邊幹什麼 他說他要交一些資料 那他目前為止 也不是正人 也沒有被約談 他在幹嘛去 他到底聯政署幹什麼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寶傑林 你說的沒有錯 整個民眾黨裡面來說話 幾乎什麼 這個陳志翰 然後黃珊珊 每一個人都是 你跟他說什麼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這樣說 每一個都可以指入圍馬 每一個都可以睜眼說下話 每一個都可以說謊之後 然後完全面不改色 完全毫無愧色 而且對外界的實議 他也沒有任何愧疚跟不舒服的感覺 對 只有一個人有 只有徐福有 而且我們之前不是講嗎 聯政單位 簡聯跑去了木可公司 簡聯單位跑去了 這個所謂的 這個競選總部附近 誰講實話 徐福講實話 當時門打不開 誰去開門 徐福去開門 徐福是老實人 對沒錯 我必須說 再眾多這個 心裡堅強素質的民眾黨人的心裡面的說話 其實我覺得徐福 是相對真的比較脆弱 我必須這樣講 為什麼 他都哭了 對你看他接受光清潔的訪問 他就是他居然說實話 你看過陳志涵哭嗎 不可能 你看過黃珊珊哭嗎 對不可能 都是鱷魚的眼淚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認錯過 你看他說什麼 你看老實說已經信用破載 他居然會說這樣 所以大家覺得每一筆都有問題 他居然講出這個真的大實話 然後被他講出來 另外還有什麼 之前不是有這個便當遺文的時候 陳志涵就一口咬死說 是誤爆其實是9萬多 就被誤打成96萬 結果徐福他還是老實說是誤登 那因為這個裡面來說 上一欄是110 然後現在欄是960 所以才變成是96萬 他講了實話 他跟他老婆也沒有對 反正他照理說他應該老婆說什麼 他就對了什麼 結果沒有他就講出實話 另外包括說像之前 減年在搜索這個台播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去搜索他的辦公室 搜索基金會的時候 吳亦軒說沒有沒有這件事 結果許甫就說有有有 他去辦公室 而且我還給他六箱資料 對所以事實上許甫呢 是這個所有民眾黨裡面來說 目前為止可能還少尚未 沒有完全黑化 對還沒有黑化裡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他是不是變成是個 未來檢調很容易突破的突破口呢 我們當然就是自己去看下去了 而且剛剛講到現在在民調上面也可以看出來說 柯文哲跟賴清德現在已經進到了一個最後的尖峰對決時刻 這個尖峰對決時刻是我們看到賴清德上任的一百天之後 他的滿意度是高達快到六成 他的這個不滿意度是降到了三成以下 這個在台灣是非常難得的 很少說有一個總統一上台了以後的滿意度這麼高 可是你會發現他為什麼滿意度那麼高 就開始樹灘 台灣的人當然是歡迎樹灘的 可是這個禮拜也就這個月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他的滿意度跟信任度竟然下滑了 那滿意度跟信任度為什麼下滑 因為他跟柯文哲的對決進入瓶頸了 沒錯而且對決的案子來說的話 寶姐會在金華城這個案子 為什麼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這個做法裡面 他把這個柯文哲所有的案子來把他列出來 到底民眾最關心哪個案子 你看百分之五十六的民眾 最在意金華城的建設的開發案 所以這個案子變成是柯文哲跟賴清德的 生死決戰的關鍵在這邊 為什麼這樣說寶姐你看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他信任度 還有包括說他的這個執政的滿意度來說 最好是在八月 八月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就柯文哲案子剛爆發的時候 好開始辦案 你看民調開始往上衝 那時候我們就說 果然這個樹灘有用 打下去之後你看 民調來到了58.9的高點 可是你看過一個月之後 他居然下滑了 變52.65 下滑了六個百分點 然後不滿意度開始往上升 不信任度往上升 不滿意增加八個百分點 滿意度也開始往下滑 所以都同時往下滑 但是你看到一個狀況是什麼 柯文哲打不死 穩住了 對你看最低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21.9 當時是賴賞最高 他最低 所以他現在往上升的時候 賴賞就往下掉 所以他們兩個顯然形成一個什麼 這個敲敲板拉鋸戰的一個過程 我繼續幫你往下打的時候 這個賴賞的民調 才能夠再往上衝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們兩個之間來 所以今天就有動作了 對所以看起來的話 就是金華城變成是 賴賞跟柯文哲民調對決 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所以你看現在的幾年 聽說有一波的這個開會動作 是不是接下來會有更全面的調查動作 當然我們就看下去了 如果今天電證署要有個非常大的動作 繽紛速死路 找了15個證人跟被告 可是你說裡面最關鍵的是陳文中 這個人在過去從來沒有人提過 這個人居然跟了柯文哲五年的時間 他是他的天生水護 他跟柯文哲真的非常親密嗎 而且他為什麼會離開 他真的有很多柯文哲的資料嗎 對今天來講的話 所有的人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陳文中 陳文中在從井的時候 其實他原本是中正醫仁愛所的所長 那那個時候仁愛所管哪裡 管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裡面有很多的大教授大醫師 而那個時候柯文哲還在哪裡 他還在說在地下室 他在台大的醫生裡面是不受用的 好像大家都沒有要理他 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去找那些大醫生 大教授 好 只有陳文中他仁愛所的所長 他是大所長 但是他對柯文哲非常非常的理喻 對 他非常的照顧柯文哲 柯P柯P 教授教授非常的客氣 所以那個時候柯文哲要出來選舉的時候 其實寶大要派其他的水務給他 柯文哲就說不要 他是點名 對 他就直接點名要陳文中 他是點名陳文中 他就點名陳文中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台北市的警察局的高層 是不喜歡這樣的 你會不會選上還不知道 如果每個人出來選的 我都點名要帶走我的所長 那不就亂掉了嗎 可是那時候陳文中就舉手說 他也願意 報告我要去 所以這個就是知己 這個就是交情 因為那個時候柯P選不選上 大家還不知道 大家還是覺得說 你雖然是素人從政 氣勢不錯 但是有辦法 直接選上台北市長嗎 所以陳文中 是在第一秒的時間裡面 賭上柯文哲的人 對 他就賭上了 原本到了中正義仁愛鎖了 下一任就到警察局 當警務政了 他那個時候就是把 他自己的工位拿出來賭 修黑有沒有贏 贏了 所以台北市長 那個時候柯文哲 一選上的時候呢 他的首席做官就是誰 就是陳文中 一路陳文中呢 就一路跟著他 跟著他 其實你這些隨乎 這些做官 他是有一個調整的 一個規定的 但是柯文哲堅持 從頭到尾 就是他 就是陳文中 所以他後面 有一些狀況出現 可是你知道嗎 陳文中現在是哪裡 的長官 哪裡 柯文哲他卸任台北市長之後呢 還是敢撒出去 所以他現在是 大安的行政組組長 還是有幫他 對 還是有幫他 所以陳文中今天被傳來的話 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這些四大案 五大案來講的話 所有的時間 誰在柯文哲的身邊 陳文中 就是陳文中 而且呢 他是所有人裡面 最了解的 為什麼呢 行程他要看過 因為他是警戒出來的 到底那個地方 有沒有問題 還有當地 你要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在台北市 你跟派諸所 跟哪個分局 你還是要有聯繫的 如果今天柯文哲 去桃朱影園 不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隨乎 可能有辦法去跟他講說 今天市長勤募 但是你們不要到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陳文中有沒有這麼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 幫忙黨人 如果你今天要看一個 一個隱秘的人 你不需要讓任何人知道的話 你警戒出來的 才有辦法做到這個事情 對 而他今天被傳換出去 被勾擊出來之後呢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柯文哲這四次的提訊裡面 一定至少有好幾次 陳文中在旁邊 對 他在旁邊 所以這些東西來講 柯文哲他講了 或者是柯文哲 他不想講 我不清楚 我忘記了 陳文中那邊都會有資料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陳文中就是他跟他的前組織 兩個要來match 如果這個東西查得清楚 但我覺得很難 但是只要一有叮答出來的話 柯文哲危險了 好的另外就講說 當時我們講到了審慶金 審慶金是在說我的身體不好 我上度下線 我還會全身站抖 全身站抖 我希望我能夠聚保 我能夠這個所謂的保外就義 可是沒有 我就是把你壓著 壓著前兩天還把你什麼 提訓了14個小時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馬拉松 你當初講 如果今天 因為今天檢調代表 你人影在手上 我要你來就來 我要你就走 今天會給你14個小時代表 你今天講的話 我已經踩到了 踩到了以後 我要槓上開花 我要鞏固我的這個基礎 才會搞那麼久 接下來就是柯文哲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大搜索 然後就傳出了調查局 你說這個是整個一條線的發展 辦案還是最重要的事情 辦案要有節奏 這個14個小時 他都已經帶尿袋了 你給他弄到14個小時 從早日期玩到晚日期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今天交代了 而今天這個交代的東西 至關重要 我不能讓你回去 不能回去 他回到北所 跟他的室友 如果講一講之後 又硬起來了 又不願意交代 那就不行 所以他講了之後 他腿軟交代東西之後 柯文哲就來了 來了之後一定是對不好 對不好之後呢 馬上今天就大動作 今天來講的話 29路的搜索裡面 然後約才 結束29 29路你想想看 你要都要收拾 本來以為10路 你說你知道的是29路 29路大搜索之後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裡面一半的人 都是威京的人 代表什麼意思 老闆都說 你要說嗎 一半是威京的人 一半都是威京的人 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今天來說 真的有賄賂的話 錢誰出 一定是小沈出 不可能應曉威出 可是他是大老闆 年紀又那麼大 還有辦法處理這些事情嗎 那會不會是 要有人出錢 一定就是他的左右手 所以呢 今天威京的人 為什麼要被傳那麼多 其實就要釐清說 如果真的有金流的話 而會不會是透過 他們裡面的人 慢慢的轉到那個地方去 那如果真的是 會到柯文哲的話 誰會知道 柯文哲會知道 陳文中會知道 那柯文哲不認的話 那你陳文中 你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好 瑞德 反正以為說今天兵分十路 真的像玉峰講的 不是兵分十路 是兵分二十九路 另外今天他跟著他 這麼長久的天生水護 變成了證人 你說這個動作 這個進展 至關重要 陳文中的身份呢 應該說 是柯文哲的最佳男配角 男配角 為什麼 因為他跟他有多親呢 我就報一個東森新聞當年的一張照片就好了 各位 這是東森新聞當年的照片 這是民眾黨成立的時候 畫型上面長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手機殼 手機殼上面寫什麼 什麼 我柯粉 我驕傲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陳文中 這個人就是陳文中 你陳文中是警察 你陳文中是警察 你應該中立的 你中立的警察 你的手機上 我柯粉 我驕傲 然後再放大一點 我柯粉 我驕傲 相傳他加入台灣民眾黨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當年的這個東森新聞 就是這樣報導的 那陳文中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陳文中的身份不一樣 一般的隨父要排班表 那一般的隨父要這個等於說輪流 輪值 一般公開的場合 隨父要帶槍跟著市長保護他的安全 但是有些場合私人行程不便當你的話 一般的隨父就不用來 但陳文中不一樣 他還會跟著 陳文中他的身份不一樣 而且他到後來 因為很多有些警官警戒的人士 警官有去檢舉他 所以當時還鬧了 大概在2020年2021年的時候 還鬧了很多的新聞出來 檢舉什麼 檢舉說他可能暴障的部分 暴障有問題 還是什麼哪裡有問題 後來是 後來才也是 警察局督察是查過 那麼認為說這些部分 至少在這個刑責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但是也因為鬧了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因為 我們台灣警戒 台北市警戒有個六年條款 同一個警察在這個地方待了六年 必須調職 後來就用這個理由 把陳文中才調離開的 所以後來才去大安分局 還是剛剛玉峰有講 其實大安分局當個組長 還是算升官 你知道嗎 那所以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陳文中他聽說 聽說他八面玲瓏 然後呢各位 那柯文哲不是有個一日雙塔嗎 對 他旁邊不是有一些高高壯壯的 騎個腳踏車一樣 穿那個相關的騎腳踏車的服裝 跟著他下去嗎 陳文中就是其中一個 你知道嗎 跟著一日雙塔 然後呢除此之外 柯文哲 柯文哲開始要準備要選總統 什麼幹嘛的 那麼常常要搭高鐵嗎 聽說高鐵票都是陳文中訂的 所以柯文哲的 他的所有的行程 那麼與其說是陳文中是貼身隨附 事實上他的某種程度上 已經有隨行秘書的那個味道在裡面了 而且他跟柯媽媽非常好 當年早期的時候 各位寶姐你不要笑成這樣 柯文哲剛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那個很多企業尾牙根 已能夠請到柯媽媽跟柯爸爸來到他們的企業 在一個那麼大的餐廳哪裡 能夠請到他們倆不得了啊 很多時候人家都會來拜託陳文中啊 所以你就知道他對這個 怎麼說專案他是柯文哲最厲害 最了解他的 但是呢 有的時候柯文哲去哪裡或做什麼 他也略知一二略懂略懂 所以你說今天傳他重不重要啊 對不懂 大場面真的開始了嗎 剛剛在美日島電子貓民調來講 其實對賴清德來講 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賴清德的信任度跟滿意度都在下滑 也可以看出來說 他的樹灘掃黑的紅利已經到了緊繃 很多的緊繃也就代表今天大家對於你 金華晨對你的五大案 現在停滯不前的懷疑跟不滿 但另外一方面柯文哲穩住了 大家也在看這個案子 到底會辦到什麼程度 結果今天大場面來了 真的會有變化嗎 首先第一個從美日島電子報的民調來 九月公佈來看的話 賴總統跟這個卓院長的民調都雙雙下滑 那我們先談總統 總統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就掉了大概六個百分點了 負面的大概增加了八個百分點 這個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幅度的下滑 我們必須要提出來這是一個警訊 一個多月來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月掉了八個百分點 不只是柯文哲六個百分點 不只是柯文哲的案子 但是就是說我們拿這個比較 所謂的打攤紅利了 對 是不是已經開始衰退了 到緊繃了 因為下滑了嘛 對 因為賴總統下滑嘛 下滑因素已經有參達到 其他的各種全面的新的社會因素 我們要仔細分析 但是現在不在這邊談 對 也就是什麼電價了 這個什麼貸款了 各種因素 各種因素 但是比較奇特的事情 是柯文哲跟民眾黨的民調 並沒有下滑 反而微服上揚 頂住了 就反而頂住了 但是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 從個案來看的話 大家都不相信柯文哲 然後從上個月跟這個月 我們同時做一個相同的議題 大家相不相信柯文哲會在賴總統任內 會去判刑坐牢 那這個百分 這個人 這個月出現的百分比是五十四點三 對 上個月三七點五 你看見沒有 所以過半數的台灣民眾 到由過半五十四點三 相信柯文哲會被 會判刑坐牢 對 所以換言之講 柯文哲這個概念上來講的話 他會判刑坐牢 對 但是他的鐵粉 還是穩住了 二十到四十 二十到三十歲 對這個部分還是相當的穩 還有相當的比率頂在那邊 應該這樣講 對 那這個比率會不會因為 最後起訴之後 他的金流的曝光 然後能夠讓會 讓柯文哲最後的一塊那個骨牌 能夠會被推倒 我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 現在如果說 我敢講用簡單講法 如果說柯文哲被起訴的時候 沒有辦法辦到他的金流 對 或是他的這個所謂的賄賂的事實的話 會對民眾黨政府跟台北地檢署 給予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否定的訊號 也就是其實如果你看到柯文哲 雖然他現在的知識度 知識度還維持在兩層 這個已經是非常可怕 被打成這個樣子還在兩層 可是他的根基其實已經開始被摧毀了 這個根基是什麼 這根基在七月的時候 當時認為你會被起訴搜壓的人 37.5% 現在認為你會被起訴搜壓的 已經高達54.3% 更重要在哪裡 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犯罪 當時還有35%的人認為他沒有犯罪 35%認為柯文哲沒有犯罪 可是現在認為柯文哲沒有犯罪的 其實已經降到17% 已經開始巨幅的下滑 那你為什麼還是鞏固在這裡 現在只差最後的臨門一跤 應該我認為在這段時間 柯文哲9月5號收到今天為止 你必須要承認民眾黨的這種 就整個的衝撞政府 指控政府司法不公爭執追殺 這個東西 這個的民眾黨的策略 還是有效的 黃國昌也好 包括黃珊珊 包括陳佩琪在各地的 咬死不認 廟口開獎打死不認 這個打死不認的這個策略 到處跟小草開始有很多行動 很多抗爭 這個抗爭確實在社會上 或是說在他們所訴求的小草 20到30歲這個族群 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一定的發酵 換言之講 我講比較坦白一點 如果今天不能夠把柯P 整個把它壓下來 把這個案子辦得很漂亮 甚至於說 如果今天我是賴總統的話 我從民調上來看的話 對 就要讓它繼續能夠破案 然後收押 然後接押 永遠一直連續把它押進去 四個月晚繼續押 這個事情如果能夠做到 因為這樣的話 可以徹底從政治上 解決2028的這個敵人 對 2028的敵史要徹底殲滅的話 賴清德的民調 才有可能往上走 這個 所以這個事情已經形成一個 政治上跟司法上的一個 兩個看起來是 看應該理論上不相干 但是現實上是互動關係 也就是換言之講 柯P沒有打死的話 賴清德重傷 喂 看到每一道電子包 民調 柯到現在還有20%的一個支持度 20度的支持度 很多人就放話說 你只要打柯不死 柯就會反噬 整個反噬過來 他會更加壯大 有這回事嗎 而你說 柯已經完蛋了 其實民眾黨支持者 甚至稱他這個柯文哲 本人可能都還在想說 打我不死 將必死我更強大 對 但觀眾朋友 政治上面的攻防啊 他跟城局吵嘴 那個是一回事 這個是司法案件 這個是圖利 而且這個是完全摧毀 柯文哲原本人設的事情 摧毀了 他自己摧毀自己 不是別人害他的 我們先不要講金華城 光是金華城之前的政治獻金案 買商辦4300萬的時候 他的民調沒有狂跌嗎 沒有錯 現在還撐住 小草還沒有全部走光 可是保健哥 我要講的是 你一個民眾黨黨主席 一個選過總統的人 你的支持者 只剩下這些鐵粉 你以後能幹嘛 能選上幫黃國昌選上 新北市長嗎 不能 你能選2028嗎 不能 你甚至跟盧宣恩搭 盧宣恩不一定要跟你搭 所以我說已經沒有了啦 即使沒有找到金流 沒有安全貪污罪條例 第四條去起訴他 可是圖利罪是五年以上重罪 到這為止很多的支持 都還在想說怎麼樣 我直接講我的看法 這是我個人看法 柯文哲已經沒有了啦 就是連你以後說 什麼要去幫 以後參選人什麼 人家不一定都要讓你站台 因為後面會有第一個 起不起訴 99%起訴嘛 有沒有罪 可能有罪 當你被判有罪以後 的政治能量就消失了 如果你說圖利罪是被那個 那國民黨找李宿德出來 選總統就好啦 李宿德就給我圖利罪 被逼審判9年啊 所以阿伯沒有明天了 不是 他的明天是說 他已經沒有那種 強大的政治能量了 那因為民眾黨跟他沒有登出 選擇跟他綁在一起嘛 我就看他什麼時候登出啦 現在都這樣講 如果一審有罪起訴的時候 還要繼續這樣做的話 這是民眾黨的選擇 可是民眾黨將會成為 無法撼動藍綠 第三次例也被登出 以前是講說藍綠白 這次選舉確實是有把這個 369萬票的票數並不低喔 可是柯文哲現在 目前的狀況是 他把他自己過去的人設 就算金華城案 他沒有收到任何的金流 跟錢的問題 可是你對他開的 這一些便利之門 徒利最後被起訴 或是被判有罪的時候 你跟你以前講 拿得到他吃人肉 跟財團離遠一點 那個說法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小草跟鐵粉會在 可是這些人無法影響 2016跟2028 特別是2028 我根本認為柯文哲沒有任何機會參選 所以小令元欣欣老師講的 還我清白的那句話 根本不可能發生 因為他不會再參選了 任何選舉都不會有 他是參選人的 所以沒有還我 頂多選市議員說 我還可以抓住阿伯的小草 十幾怕我能當上市議員 換阿伯清白 市議員喊喊有可能 選直轄市市長 沒了 選2028 也沒了 其實我這麼嚇壞了 超實在 你之前就講了 敲路打鼓 超市該辦法 都沒有動靜 就沒有想到 超市今天辦了 而超市今天辦 我們要特別講 今天誰辦的 北檢辦的 那北檢誰辦的 居然是檢察官唐仲慶 唐仲慶現在不是在辦計劃程嗎 沒錯 你在辦計劃程 你現在辦計劃程 你把愛股調到中股 你搞了一個端股 而且你還從四面八方 調了三十幾個的檢察事務官 來支援 照理講你應該忙得如火如荼 結果你現在已經可以抽出餘力 抽出時間 去辦超市 那我要問的是 那難道金華誠真的已經在收尾了 金華誠已經有眉目了 金華誠已經準備要起訴了 沒錯 抱歉今天下午傳出來 就是說超市案 居然進入了加快偵辦的一個狀況 下午開始的時候傳出來說 檢察官這個唐仲慶今天 又兵分四路 然後約談了九名被告 然後這個超市案又把它辦下去 他想說你這個唐仲慶檢查 你不是在辦的柯文哲的案子嗎 而且他除了辦柯文哲的案子之後 他還負責政治獻金這個案子 所以說他主責 他負責政治獻金 對 那我們昨天才講的時候 沒想到今天居然在辦超市案 好 那昨天不是又傳出來 就是說自由時報就說 要拚兩個月給他結案嗎 他說兩個月結案的時候 他說現在已經有部分的檢察官人力到北四科 到政治獻金來 抱歉現在還到超市案去了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金華誠這個案子 快要落幕了 快要水落石出了 可是今天民主黨不是跟你像蝦嗎 你找不到金流 你現在只能用土力 如果你是土力 你根本就是政治破壞 找到金流再說 抱歉 如果沒有金流 你辦得下去嗎 抱歉我跟他講 今天週刊不是有很多報導 很多報導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看得覺得有點捕傻傻 為什麼 第一個週刊報導說什麼 有兩個報導 我覺得大家要非常注意 第一個 他說威京集團的員工爆料說 沈青天的會客紀錄 他都會詳細的紀錄 人事實地物 你跟我講什麼 那天怎麼樣 他都記的非常清楚 要求秘書記的非常清楚 這個目前為止已經被查控 這裡面來說話 他跟柯文哲到底談了什麼 講了幾次 在這個主機裡面 非常詳細的紀錄 所以說沈青天居然有一個百觀行數 對 這個百觀行數 誰跟他講了什麼話 誰跟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人事實地物 記載的詳詳細細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詳細的 人事實地物都有 但是金柳沒有 你金柳還是被罵突破嗎 對啊 可是今天有一個消息 我覺得大家看一定覺得 有點奇怪 為什麼 今天丟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 在民國108年的時候 當時沈青天跟他的員工 互相在提告 提告什麼 他告那個員工 一個司機 他說你要恐嚇取財 這件事 他的司機恐嚇他 那你想說 你告這個司機恐嚇取財 這個有什麼樣 這個跟金華城案 有什麼關係 可是保證你仔細看 這個司機說什麼 這個司機就說 我呢 長期我幫你做什麼 我幫你揹錢 什麼叫揹錢 保證你 把錢 台幣從台灣揹到香港 或者是說 在香港把錢揹回台灣 那揹的過程裡面 我還幫你換錢 譬如說把台幣換成港幣 港幣換成台幣 保證你 這就非常有意思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司機他說 他在幫他做這些事情 這就是金流所在 我來講 這就是洗錢 大家不是查不到金流嗎 目前為止 大家不是說 這個陳佩琪憑空出來的 619萬在哪裡 從來沒有人看過 那而且你要從 沈金晶的帳戶 對過去也對不到 為什麼對不到 因為這筆錢 沒有在沈金晶的帳戶上面 這筆錢搞不好 保證我猜想 搞不好就是從香港運回來的錢 因為他那個錢 從來沒有在台灣出現過 所以才會減掉 查不出那個金流在哪裡 如果今天 這個司機 他有幫他做那麼多事情 現在會不會還有人 在幫他做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司機 是6年前幫他做這件事 那現在 會不會還有人 在幫他做這件事 保證這會不會就是 金流的突破口 就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有人幫他背錢 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這裡面的金流 你只要把它逗出來 有人願意把這個彈出來 保證我跟你講 這個司機背錢 背回來之後 你覺得他就只有背回來 換成錢之後 他會不會 背出去 他會不會再把錢給了誰 是由他給誰 或是說他去存在哪個帳戶裡面 然後某個人去ATM中 把他領出來 這都很有可能啊 而且今天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內容 在什麼 他說我們這一部講 黃大中 你給多少 200萬 陳育坤給多少 給了300萬 那你不是每個人都給了錢嗎 他說檢調單位 今天放的消息是 黃大中真的有200萬嗎 他老婆不是講 我們不拿 不該拿的錢嗎 那如果黃大中沒有200萬 陳育坤沒有300萬 那個錢到哪裡去 所以你今天的黃大中 丟給黃大中 你到底只是在做帳 還是真的給錢 這個錢真的留在哪裡 竟然也有問題 抱歉那是紀錄上 但是這個是真正錢的流動在這裡啊 所以才說這個時機 你要講 這幾年前 這個孔案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可是錢要丟這個出來要幹什麼 他就跟你講 有金流 我們已經查得到 你在哪裡 你怎麼做 搞不好你的管道就是這個 你之前曾經講過 裡面最關鍵的就是審進金 因為錢的發動者出去給審進金 最後洗錢的也是審進金 如果你可以突破審進金所有的金賣 而且昨天不是講嗎 審進金所有的子公司 全部查過一遍了 中共所有的帳 全部查過一遍了 今天為什麼丟這個消息 就代表你審進金所有的錢 所有的帳戶 檢察官都查過了 所以才要丟出這個司機 跟他的糾紛嘛 那你一看就覺得 這個跟金黃成沒有關係 但是確實相當大的關係 這就是金流在流動的 審進金的管道在這裡啊 他跟你講管道在什麼地方啊 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個 非常可能會突破的一個點 所以如果審進金的這個金賣可以查到了 那今天留到柯文的這個金賣 我才可以勾結起來 是的 而且最關鍵的是 今天特別講 原來你的主機裡面 你要求你的秘書最重要的一份工具就是 不但是人事實地物 跟任何人有一個百官行訴 你要交代行訴 而且這個秘書要非常厲害在哪裡 這個秘書是 他在旁邊替照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然後你們兩個的惠客摘要 要立刻計數下來 沒錯 審進金我們就跟他講 事實上他有在台灣有兩家公司嘛 這個中工啊還有中石化 那還有非常多金華城啊 還有這個甚至是逃出引員等等 失業體非常龐大 我們不要忘記 他不是只有在台灣 他在中國也有揚州城什麼 一大堆工 所以呢他每天見的人非常多 而且大家牽扯到了這個很多錢 很多錢的時候他說 他對挑秘書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能夠詳細的紀錄 我在惠客紀錄裡面的人事實地物 還有我們講的話 你要能夠記錄得非常清楚 讓我在未來我還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說前幾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人 他說我五年前跟沈晶晶見過面之後 結果沒想到 我五年後再跟他見面的時候 沈晶晶居然能夠說出 那一天我們談了什麼 你穿了什麼衣服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什麼地方 惠客見面 他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個對方嚇了一跳 原來是沈晶晶都有非常詳細的紀錄 記得非常清楚 甚至我們那天講了什麼 結論是什麼都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沈晶晶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那個太敏感的時候 你可能就含糊其詞 但是無論如何 那個紀錄是有的 記下來的 記下來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這個紀錄都放在主機裡面 然後那個主機已經被檢察官帶走了 所以你知道現在有非常多的證據 只是現在簡單來跟我們講 原來是如此 他早就已經扣查了非常多的這個證據了 另外就是 在一個2018的訴訟案 今天居然突然被媒體丟出來了 丟出來了以後 這個跟紀錄華社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跟五代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為什麼今天檢察官要把他給丟出來 因為當時 沈晶晶有一個王姓的司機 王姓的司機去恐嚇衛星 恐嚇沈晶晶 恐嚇沈晶晶搞了半天 他幫沈晶晶做很多事了 我要幫你所謂的 今天很多的旅館 我要幫你開房間 我幫你開完房間之後 你這所有的錢 是我幫你洗的 對沒錯 這個司機為什麼會 這個疑似是恐嚇這個 所謂的沈晶晶 主要原因是說 他幫他做很多事 如果按照這個起訴書裡面講的是 這個當事人就說 我幫你把錢從台灣背到香港 然後從香港背回來 就是這樣背來背去 他說我都要冒著 每一次可能都被查的 這個壓力 我心裡非常大 然後我去了 我還幫你換錢 你要換成港幣或什麼 我幫你換 然後幫你去訂房間 幫你做什麼很多雜物 那你要說好給我的30萬港幣 為什麼沒有給我啊 他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這個沈晶晶 那沈晶晶就認為說 你在恐嚇我 所以這個案子才會出來 變成是恐嚇取代 沈晶晶告他恐嚇取代 那我本來想說 你背這個錢來來去去 那又什麼了不起 不是我們都有限制嗎 不是出國只能帶多少錢嗎 他說沒有 我這樣子來來回回 國外搬機幫你搬錢 搬了好幾十億了 而且如果大家非常驚訝 2014年的時候 沈晶晶當時沈晶晶有一次 在台灣多了600多萬 他就被插扣 他一直被扣下來 那時候還鬧唱新聞 他還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多帶了錢 所以可見保健 他常常這樣做 後來他又覺得說 那我不要這樣做好了 我用這個一個人報取代 所以這可能就是真正的金流 就是從這樣出去的 那這就是檢調為什麼 放出這個訴訟案 最重要的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檢調 剛剛講的 你現在有一筆錢 這個錢有沒有透過 剛剛講的加密貨幣出去 這個錢有沒有碰到 變成外幣這樣洗出去 然後這個洗完 透過加密貨幣 透過外幣洗了一圈以後 這個以後 跟柯文哲家的保險箱 跟柯文哲家的現金 甚至跟陳佩琦 用AD院存款 這個錢有沒有相關性 對沒錯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這個錢 揹出來 我們現在不是說嗎 沈晶晶拿到很多錢之後 那些錢都不見了 那怎麼洗 他可能就把錢揹到海外去 揹到海外去之後 換成是加密貨幣 用加密貨幣 給柯文哲的方式 或是錢揹到海外之後 再把它揹回來 換成台幣 那這個錢完全都不見了 然後再把它丟到保險箱 給現金 或是給柯文哲的現金 或是讓他 我存在某些帳戶裡面 我給你提款卡 你一提一存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才說 今天這個金流 今天這個案子是很重要的 對 就是他把這前段的 金流 把它弄出來了 怎麼去操作的一個方式 所以要跟大家講 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唐仲慶 現在已經開始在辦超私案 所以告訴你這個案子金流恐怕 他們真的已經掌握得非常清楚了